那請問一下 哪種人的錢最好騙 是詐騙集團的頭號目標 A 腦波弱的人 B 寂寞的單身男女 來 A或B 請舉牌 好 都有人選喔 蘿莉塔覺得是腦波弱的人 最近期內有朋友 他就是腦波弱被騙 然後因為這個我覺得 其實滿可怕的 就是大家要小心求職 也可以詐騙這件事情 因為他可能之前都是 做一樣的工作 他就想說想要找一個 別的行業的事看看 剛好那個網路上 有一個金融公司在徵人 然後他條件就是說 不需要什麼經驗 也不需要相關學歷 就進來可以學這樣子 然後是在台灣這樣子 然後他就去面試了 他說那個公司長得也很漂亮 然後裡面有很多人 是體面的 然後面試的過程也滿正常的 然後就是跟他講說 就是你可以進來的話 先從起心最低的開始 然後開始跟我們學這些東西 之後再看看考什麼證照 有考到的話就可以讓 就聽起來很正常 還會讓你去考證照 然後往上升再給你加薪 他就想說那不錯 我就是可以進來學東西 又可以賺錢 然後考到證照 對我自己也有幫助 所以他就後來公司就說 要錄取他就非常的開心 那錄取的時候 公司不是就會很正常 就會說麻煩你要交什麼 身分證 這些資料是很合理的 然後但是那個公司 還跟他要了一個東西 他跟他說麻煩你把存折交出來 那其實存折一開始他就想說 應該他就是要印那個 會要匯薪資的那一面而已吧 所以他也沒有多想 他就交出去了 但交出去之後公司就說 那存折可能要在我們這邊 放個幾天 他那時候就想說 為什麼要放幾天 因為有錢要匯進來 你變帳號了 對 可是他都不知道 因為那時候他是騙他 他說 他說你以前沒有在金融業工作過 你不知道我們要看一下 我們還是要看一下你的紀錄 就看你有沒有什麼奇怪的紀錄 他說我們也很怕錄用到說 信用紀錄不好或什麼的人 所以他說你要讓我們稍微 就留一天 他說留一天好看一下就可以了 他其實聽起來 因為他真的這輩子 都是做一些一般的文書工作 他從來沒有在金融業做過 沒有 那一天發生了什麼事 所以他就覺得好像很正常 就給了 結果隔天早上起來 他就接到警察局的電話說 你的帳戶現在是警示帳戶 你涉嫌詐欺 麻煩你現在立刻來警局 他就嚇到他想說 我什麼都沒有做 我昨天就去面試的一個公司而已 再回去那家公司 那家公司還在嗎 但不在 然後可是這更客氣的是 因為他就反正他就 他就乖乖去警局備案 然後才看到說 他那個本子就是確實就是像 就是當天非常多筆錢進入 然後後來全部都被轉出去了 可是他雖然是他那個帳戶裡面 有他自己的錢也全部被轉光 沒想到後來其他的那些 其他受騙的聯合 對他提高 他上法庭他就老實講說 他說他真的也不知道 他也被騙 因為他的錢也都被轉光 他那個帳戶瞬間歸零 他自己的錢也不見 他就想說應該沒有什麼事 沒有想到就這樣判下來 最後到就是整個全部 判他一路都被判有罪 因為法官說 因為你就是太笨了 他說因為你這個愚蠢的行為 導致於其他人也受騙 所以說就是你的錯 所以他們這個就 可是這個就很不合理 因為他真的 他一判要受處罰 對 因為法官就說 你以前也不是 沒有做過別的工作 你也有應徵過其他工作 你為什麼會交存者 結果他判有罪之後 他要賠那些 其他受騙的人錢 多少金額 他後來判一判 就是他們有協商協商 最後就判賠說 只是十五萬這樣子 所以請大家求職的時候 真的要小心 你正常找工作 也有可能被騙 金融詐騙如果再結合感情詐騙 你那個力道更強 他就是說他很愛你 為了證明我愛你 他就會撿到你戶頭去 就是寂寞的單身男女 就錦文選的 真的 寂寞在夜深人靜的時候 如果一個人跟你甜言蜜語 尤其是現在網路的時代 像我有一個朋友 就是女生 她已經單身好幾年了 然後在她單身的時候 她非常渴望希望 能夠交到男朋友 然後就在網路上面 就是慢慢的交友聊天 對方就開始很關心 你知道他們真的很聰明 他們可以知道你 你留言什麼語言 他們知道你需要什麼 他們就餵食你什麼 文字 然後才一個禮拜喔 我那朋友就說 他已經跟他談戀愛了 他真的愛上他了 我說你愛他什麼 你有跟他見面嗎 他說沒有 我覺得他是個 他一定是個文青 你看 因為他的文字真的好會寫 我就每次看到他的文字 我就是愛上他 你不會下次把他的文字 摳一些出來 我們乒乓姐 他從哪裡抄來的 我曉得 第二禮拜就開始問 那你是做什麼工作的嗎 開始聊工作 然後他就說 他是做網路事業的 然後他又說他賺了很多錢 然後第三個禮拜 他就告訴他說 我跟你講這網路事業 就是他有很多種的轉投資 然後就是你只要開一個網頁 你做一個什麼網頁 你就會有錢賺 然後他就真的相信了 他就 對 匯了多少錢 第一筆錢是匯了 50萬 然後第二筆呢 然後就是真的 真的有網頁出來了 第二筆匯了100萬 第三筆呢 第三筆 正要匯 第三筆是200萬 正要匯的時候 突然就 就是有人就是私訊他 而且不只兩個人私訊他說 這個人有很大的問題 然後你是不是 在第一個禮拜什麼 他跟你說我們第二禮拜說 然後第三禮拜他跟你說 他這樣一對起來 全部 而且這些人 都是網路上面認識的 根本都沒有見過面 一套模式 套路 對 就是套路 對 還好就損失150萬 不然他本來要損失350萬 你知道嗎 就是對於一個寂寞的人來講 就在衰了 你衰 其實我們處理很多這種 男女的網路詐騙案件 百分之九十的男性 遇到的都是身材火辣 臉蛋腳好的女生的照片被詐騙 女生大部分真的就是 情感的付出被詐騙 那我先舉幾個例子 大家來看一下 這幾個就是 這是一位而已 大家看一下 要臉蛋有臉蛋 要身材有身材 他其實真的 詐騙的都會用這種照片 我跟你講 我收到過第二個照片的 那個私訊 你看他這三張 這個布局 這背後一定有什麼 精神科心理醫師 你看那個第一張 專業 而且背後的那個背 那個場景又是比較有科技感 現代感 藝術感 對不對 然後他就是感覺 就是一個新櫃 布局是哪裡來的新櫃 第二個他是一個熱愛大自然的人 陽光男孩 對 他是熱愛大自然的人 第三個他是一個運動的人 這種身材 不要講說男人愛看奶大的 女人看到這種胸肌 也是流口水 那這三種的哪一個是你的菜 這都不是我的菜 問那個蘿莉塔比較準 如果你要選一個 不是 這三個就同一個人 但是以我的年紀 絕對是看身材 對 一定是想說先摸一下 其實說實在的 這個連我們男生看的都覺得 這真的就是個帥語 真的 這是一個真的 他是東森的主播 而且他的照片被利用以後 這二十多個詐騙帳號 怎麼 也騙了四百多萬 錯啊 那他為什麼沒有被抓啊 他才應該要被抓啊 這片的女孩子就私訊了 這一位真的主播 就說為什麼你要騙我 錢還我 這主播才發現說 天啊 我的照片被盜用 天啊 所以長得帥也有這種後遺症 這樣不會有用我的照片去詐騙 有啦 只是詐騙方式不一樣而已嘛 只有吧 OK 女性真的是這種感情詐騙 是非常吃重 非常容易 我們遇過一個六十幾歲的媽媽 有一天她的兒子跑來找我們說 她媽媽被這種網路上感情詐騙 請我們去協助 為什麼 因為她媽媽死不相信 我們就真的去找這個媽媽 她兒子也把她媽媽跟這個被 就是網路詐騙的對話給我們看 英國軍官 光聽這個大家就覺得 也傻了 就想笑 對 真的就是一個白人 英國軍官寫中文啊 不是 這是個白人 然後用很簡單的英文 再跟這個媽媽對話 媽媽要跟她對話 還要透過翻譯軟體 去翻成這個英文去給她 可是就像景文講的 虛寒問暖 從早到晚 然後跟她聊天氣 跟她聊一下說 我單身 我最近心情怎麼樣 這個媽媽就開始每天互動 好啦 開始來 第一個 我要送你禮物 可是這個禮物 因為送到經過你們台灣 這個關稅要繳錢 你可不可以去繳 好啦 那你要繳錢怎麼繳 你 我告訴你 有一個匯款帳號 你就匯到那個帳戶去 你就會收到那個禮物 那這個軍官就告訴他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可是我這個 聽你們關稅局勢 這樣告訴我的 接下來又來了 你會會第一筆 開始第二筆 我自己的小孩 也在美國讀書 那我現在要轉帳給他 只是我剛好現在不方便 時區的問題 你可不可以幫我轉 這個媽媽又幫他轉 好啦 好幾次這樣 已經轉了五 六百萬 我們已經覺得說 媽媽 我告訴你 我們手上有很多這種案子 你就是標準的被詐騙 他媽媽說 我告訴你 你們律師跟我兒子都是假的 只有這個英國軍官是真的 好 那就算了 我們直接帶他去調查局 直接上網去查到 發訊號的這個英國軍官 來自於中國深圳 我們就告訴他 你不要再傻 這就英國深圳 媽媽怎麼回答 調查局也是假的 已經被洗腦了 不管我們怎麼說 我們真的拿這些 怎麼做都沒有用 最後我們只能做一招 請這個兒子 連他媽媽跟這個英國軍官 一起告詐欺 然後凍結他媽媽的帳戶 忽然他媽媽繼續匯款 那他媽媽只會一直怪這個兒子 為什麼你要告我 然後把我的帳戶凍結 他是真愛 你們都在害我 真愛我 真的 到現在還是如此 他現在還同意服務 你媽媽寂寞啦 他媽就是打到那個點 妳知道嗎 對 那妳的那個圖案是什麼 因為我自己就是一個腦波弱的人 所以我覺得一定是A 因為我前陣子才差一點被騙 因為 對 我前陣子因為就是被隔離 然後隔離結束出來之後 我就收到了 衛福部給我的解訊 這個我也收到好幾通 很難要收到嗎 這個有 這個我也有收到 你看都不會看 每天都有 那時候可能我剛收到的時候 還沒有這些新聞 所以我那時候就正要點的時候 我朋友在旁邊說 你白擠手指詐騙 然後我就想說 不是可以領兩萬塊嗎 所以我就想說 應該很多人跟我一樣是不知道的 妳要領什麼 就是可以領補助金 因為我那時候被隔離結束 昨天新聞就在講這個事情 對啊 就是昨天的新聞 我很早就收到了 都是假的 今天還好收到兩通 不知道為什麼 一天收到兩通 看一下選A還是選B的人不正常 哪種人的錢最好騙 是詐騙集團的頭號目標 A 腦脫弱的人 B 寂寞的單身男女 我們來聽聽TOL是怎麼說的 所以這題我選A 因為我選腦脫弱的人啊 似乎好容易受了別人的影響 更容易受到驚恐 比如說你如果腦脫弱的人 跟他去購物 人家說上面有寫你的名字 他肯定馬上就買 更好碰到詐騙集團 只要虎虎他 騙騙他 他馬上就會落出驚恐感 這樣真的假的 好 我馬上去處理 我的天啊 這題答案我選A 因為我有一個很好的朋友 他跟他前到我在一起的時候 他這個男生在生意上 有資金的需求 所以他就一直不斷的跟我那個朋友 講一直講一直講 一直洗腦他 他現在還跑去 借帶一百萬來借他 重點是表人是他媽媽 天啊 真是快昏倒了 後來男的也跑了 然後完全沒有聯絡囉 腦脫弱的人真的容易被洗腦 很容易上當 根據網路KOL調查結果 有34%的KOL投給B 寂寞的單身男女 而有66%的KOL投票給了A 腦脫弱的人 你覺得這樣正常嗎 好 大多數都覺得是 腦脫弱的人容易被詐騙 所以選B的稍微不正常 分 我們這 我怎麼今天都不正常 我們這種是最正常的 今天真的不正常 對啊 那我老婆如果真的沒辦法 我爸爸一輩子的軍人 不相信鬼神的人 因為人家打電話 要他去銀行匯款 我媽媽是哭著 拉住她的西裝褲 不給她出門 然後她還把我媽媽弄開 親著腳踏車就是要去匯款 為什麼 匯給誰 沒有 就是 反正東搞西搞就是要你 反正 對啊 那個細節我就不詳述了 我媽媽趕快打電話給我哥哥 我哥哥在高雄市政府上班 他以前在嘉義市政府 所以有一些人脈 我哥哥從高雄打電話給他 在嘉義認識的警察朋友 在我們嘉義縣水上將 布下警网 膽解我爸爸 我爸爸還罵警察 你們見不得我好 爸爸 我要發財了 你們看不得我發財 如果有人喜歡我們的討論 那就快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 收看我們的最新影片 那還想看其他更多影片 那就可以點選旁邊的影片喔 8月1日起 週一至週五晚間九點 請鎖定 我就問你正常嗎